現在車已經改了差不多了 上車一下喔 OK 這是我目前改裝的樣子 護具啊 護具都是滿的 裝甲板就是 沒有裝甲是長這樣 就一般的車子啊 輕型的 輕型就是多一些網子啊 鐵網 中型的 比較厚一點的鐵網 重型的車 車框就是要研究啊 不曉得長什麼樣子 煞車型的 引擎 引擎蓋 重型武裝 整片都武裝起來 中型就有一部分 輕型就是 有分好幾塊這樣子 是原廠的 然後車燈就是有分這兩種 還有它有霓虹套件啊 這個顏色我給它換紫色好了 因為我的配色是紫色 塗裝就跟前面幾個顏色一樣 就是它其實 就這幾種顏色可以選吧 欸 這也不錯欸 寒冬迷彩 好選它好了 OK它的 我們先看感應式地雷啊 它也是要解鎖 解鎖才可以用它 分析的部分 我就不改它了 那炫雕系統 變速箱 渦輪 它的武器有什麼 飛彈 目前沒有飛彈發射器 我猜應該是 會在前面跟那個 那個霹雳車一樣 前方飛彈發射器 對 然後破擊炮 我剛才有研究出來了 目前是沒有破擊炮 後面這個破擊炮 在後面喔 是剛研究出來的東西 這個當然要裝下對不對 那火神機槍的話 是在前面的炮管的部分 原廠長這樣 遙控是雙火神機槍 所以它之後會有兩根的意思喔 在上面那個部分 那我車輪可以改 車輪類型我換個顏色 算個 高檔車嗎 然後它這個 外觀可以換一下 輪胎 強化胎 然後燒胎 燒胎紫色 隨便換個顏色好了 有紫色也看到了 然後車窗 這個車差不多是巷子 我先出去試一下車子好了 先開出去 他的機槍塔是這樣 他的機槍塔是這樣 喔齁齁 他按那個L1是發射後面的 然後他有伸縮 按9可以彈比較高有沒有 然後 警察來了 他幾乎沒有子彈限制啊 把它給切換 固定式機槍 機槍在前面掃射 但是他只有正前方啊 他沒辦法 控制他的方向 車頭往哪邊還是射哪邊 我被掃到了 喔喔喔被追殺被追殺 這個機槍是 直線式的 固定式的 看一下破機炮 狂丟喔 因為他沒有數量限制就給他狂丟 超屌的 沒了嗎 所以他其實是有限制的喔 哇咧 機槍就沒有啊 對啊 我的破機炮用完了 這個車子就要到這邊了 我先逃命去了 翻車啊 不要啊 我先逃命 火箭